宣告刑法第239条之通奸罪规定 以及刑事诉讼法第239条弹书之规定 均违宪即日失效 大法官作出第791号解释 台湾确定通奸除罪化 参照当代民主国家婚姻法治的主要发展趋势 婚姻关系中个人人格自主 这个个人人格自主是包括性自主权 首看宪例由大法官 也是司法院长的许宗立开直播做宣誓 违宪的两条法案 分别是刑法239条通奸罪 和配偶意外发生性关系者 以及第三者将会处于一年以下徒刑 被认定违反宪法22条性自主权 还有第23条的比例原则 而刑诉法239条能对配偶撤告 独留第三者面对刑法 同样违宪即可失效 摊开过去五年通奸罪判刑 男性713人 女性826人 被告者接下来即可可以解套 通奸除罪挑战早在2002年 就曾做出554号解释 当时认定核线 18年后因为社会自由多元化 变更解释 大法官高举性自主权 高过婚姻家庭 我们觉得很离谱 你要性自主权 要人格自主权 那你不要结婚嘛 小三小丸泛滥 不会损及国家整体的利益吗 司法院表示 未来人可以透过民事法律 维护婚姻 但高达八成名义 反对通奸除罪化 新法律解释 民众恐怕需要时间接受 记者郭鲜远 王毅竹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